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因为这个戏是一部12集的短剧 然后呢 它其实是我们有很多场景都是顺拍的 所以说在拍摄的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 我发现前四集的戏基本上已经拍完了 所以说后八集我想大概在形象上有一个转变 然后所以就决定开始吃水煮的蔬菜 然后减肥 所以减肥的感觉会缠吗 会啊 一开始肯定会缠的 然后其实就是肠胃也稍微有点不适 然后身体会发生一些改变 所以就是属于你的减肥秘籍 独门秘籍其实因为我是属于 就是我一健身就容易变得比较壮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练不好脖子会粗 所以说我之前其实有几次是因为 健身可能过度了 然后可能自己看起来特别肿 对 然后我为了避免这种状况 其实就是适量运动 适量运动 多做有氧运动 然后就是控制饮食 然后控制油盐 还有糖分的摄入 所以是现在更喜欢自己的招牌 还是说简直之前的那种招牌 现在可能会更轻松一些 对 会更轻松一些 那在陶军里面也是跟廖凡合作吗 跟他合作的感受如何 和廖凡老师的合作 让我感觉受益匪浅 学到了 从他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就是作为一位演员也好 还是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也好 自己应该坚守的职业素养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作为一位演员 要保持初心的这样一种态度 我觉得我是能从廖凡老师身上看到的 对 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敬业的演员 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前辈老师 然后也是对年轻演员特别照顾 特别有耐心的一位前辈 那比如说在演戏方面 那些具体的就是他教的东西 就是很受益的 因为做演员需要去观察 然后需要去通过观察去学习 然后当我去观察廖凡老师这个人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劲儿 这股劲儿其实是非常可贵的 也是我觉得非常少见的 然后他的整个气场 就所谓他到了现场 他给人传递的一种气场 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 是挺让我感到吃惊的 那现在就是成为演员也有几年了吗 对 这几年的成长中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吗 这几年做演员有特别的感悟 就是总结出了一个道理 就是可能当时决定做演员的时候 还是年纪太小 就是可能懂得的道理还是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做演员嘛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 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是尤其是作为一名青年演员 我觉得不断学习是非常可贵的 可能这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学到很多 从不管是从前辈老师身上学到的 还是从剧作中学到的 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 积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过去的三四年中 我觉得我每个月都有新的改变 每个月都有新的收获 咱们说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 经验的积累 有越来越发展一点 是的 最近觉得说演员这套不容易做的 最困难的一个点是什么 最困难的一个点 可能就是因为演员是一个需要 日夜坚守在自己岗位 随时准备好 随时为角色准备好的这样一个职业 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敬畏的一个职业 也是我热爱的职业 所以做演员 因为观众朋友们可能看到的是一部戏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但是演员在前期筹备的时候确实需要去做非常多的准备工作 去贴近角色 那其实我在拍上一部戏之前 比往常进走之前 多了一些心理铺垫 可能是因为看剧本 现在看剧本的能力也在提升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自己会脑子里不断的闪过一些画面感 就比如说这场戏 我怎么演 这场戏的对手演员是谁 他和我的人物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现在会更清晰的去抛析 每一场戏 然后去更清晰的去抛析 每一个人物 对于我这个人物来讲的存在 所以在之前表演的经历中 有没有某一个表演瞬间让你觉得自己在表演上突然进步了 或者突然去生 有 就是当你真正相信你这个人物的存在的时候 当你真正意识到 意识不到身边有机器的时候 这就说明你动情了 而且就是这就说明 你确实融入到这个角色 融入到这个规定情境中了 成为了你这个人物 所以是哪部戏 有没有能处进展示下当时的一个人物 其实拍淘金的过程中就是有非常多的瞬间 不管是和廖凡老师大戏也好 还是和其他的同组的演员老师们大戏也好 就经常演到情到深处的时候 要表达自己的情绪 不管是愤怒也好 无奈也好 还是快乐也好 欣喜也好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瞬间 我认为演员还是要用真情去付出 给自己的角色添加色彩吧 那作为九五峰演员的代表 你觉得九五峰有什么方法的课程 算不上 算不上 我这个其实现在还差得远呢 我觉得是勇于挑战 因为我其实平时也经常在公主 微博上同年龄段的演员 参演的作品 因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然后也可以看到同辈的演员 在演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他们带给这个行业中的贡献是什么 他们为这个行业做出的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 在塑造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 所以没有比较欣赏的同年龄段的演员 同年龄段的演员 其实合作过的就挺欣赏的 比如说浩然 刘浩然 然后雪莹 张雪莹 还有文琪 对这个都是之前一起合作过的同辈演员 其实私下大家会一起聊聊表演的问题 合作的时候会 对合作的时候会 因为演员一般其实都是说 大家在一个设置组里的时候 就会讨论戏啊 然后包括讨论就是说 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 对 研究系研究人物 那会不会在同一种演员中 找一个可能最重要的目标 去按按就是较劲 不太会较劲 就是大家在一个组里 还是劲儿往一块使 是最好的 对 这也不一定是同一组的 就是同队的所有演员 其实大家都是 在这个行业里 我觉得都是 如果大家都是很努力的话 总有一天都会发光发热的 我觉得就是每个演员都有选择自己 要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的 一种自由吧 我自己觉得 你现在自己挑选的剧本 有什么样的天好吗 对于我有挑战的角色 我是很向往的 然后再是包括可能 可能既定的职业吧 也会吸引我 比如说 如果有一天我会接到一位 一个可以试验医生的剧本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肯定不会犹豫的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尝试过 这样试验这样一位职业 如果是医生想演 有什么性格的医生 想演 我觉得这个是剧本决定吧 我觉得剧本决定 对 就是为什么会对医生这个职业 现在怎么做 因为医生是一个 非常崇高且伟大的职业 就是 不管是在抗疫过程中 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都非常敬畏医生 我都非常尊敬医生这个职业 其实因为我刚刚录制了一档节目 然后其实也有幸见到了张院长 对 然后 非常敬佩 非常敬佩 那你对自己的演员之后 有什么样的风法 我其实挺姓命的 就是 我觉得你命里有什么样的角色 你就会接到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说 但是我觉得从长院规划上来看 我还是希望多借一些品质作品 我还是多希望 花时间 花精力 然后付出我自己的感情 付出我自己的时间精力 还有 尽进所有一切去 把我的 所有都奉献给角色 然后最后 让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角色 那戏内的话 你觉得自己是更有处处的 还是更有野心一些 我对事业 其实不算是特别有野心吧 我其实还是算比较佛系的 就是我是 宁缺勿滥的这种性格 还有就是我是 对于接戏这件事情 我是抱着一个宁缺勿滥的这样的心态去的 我宁可 我说这段时间我去好好学习 去多多沉淀 我也不去接一个 可能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一个剧本 我觉得这个也是命注定的 这个也是命注定的 就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 没有机会 可能 没有机会 打到任何奖项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命注定的吧 我觉得就是还是得看自己的努力